大家好,我是MASIS,也可以叫我Lia 終於到2020年了,那也要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在粉專有做零百占卜的一個免費活動 很多人參與,然後也收集到很多大家的問題 所以我會把比較多人會去詢問的問題做為大眾占卜 那也希望之前有做過我零百占卜的紙巾寶寶們 就是可以再回來做這個大眾占卜 希望對你們是有幫助的 那因為這個大眾占卜它雖然是屬於比較大方面的能量 但是其實很多大方向其實都是要給你們傳達訊息 有可能你們的狀態跟你們的之前的跟前任的分手的原因都不一樣 但是這個並不影響說你們去接收這些訊息 那當然你如果聽了覺得說 嗯這個跟我自己本身的狀況好像差很多 那我會建議你可能就是再挑一個你覺得感覺比較深的物品 下去聽就是可能聽一到兩個 那當然最好的是你能夠去接收到這個牌組要給你的天使訊息 那我今天是請大天使夏米爾然後來幫我做這個占卜 因為他就是俗話說大家看得見神的人啊 對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翻 但是就是沒關係 因為他對於工作上跟愛情心關係上 都有很很就是比較多的幫助 那像你們如果跟前任有一些誤解 或是說希望可以跟前任有更多的新的機會去了解他 接近他 那我會覺得說你們也可以請求夏米爾大天使來協助你們 對那更多的資訊也大家也可以自己去Google找一下夏米爾大天使 然後相信對你們都會有幫助 那我今天一樣會用零擺的部分 呃在每一組牌都會做一個就是是否他 呃是否你們會付 呃是否他還愛你 好對方是否還在愛你 那你們複合的機率有多少 因為複合我不想用是否是因為 對有點太絕對了 對因為有些時候複合這東西是雙方的 有可能你其實你還有很多顧慮 你只是想要知道說我們之後會複合嗎 那如果是回答是 那你就會一直期盼說是不是對方會做些什麼 那其實有些時候答案是在我們自己身上 呃就我最近沾了好多人 然後還有做一些各瞻 嗯 嗯發現大家對前任的 忌憑其實都很深 但是似乎都沒有去正視過 嗯 應該不是沒有正視 而是說逃避了很多會讓自己心碎的問題跟答案 甚至說有些 反而會覺得說是不是自己的錯 有些的確是自己的錯 有些是對方的錯 但是我想要跟你們講 在愛情裡面本來就沒有絕對的對跟錯 齁就像我們今天在第五假設說 我們今天是在第五字緣的 意識大家是意識是互相連接的 根本不用去 就是你根本不會去遇到那種口是心非的問題 更不會有遇到有人 不敢講的狀況發生 因為大家的意識都是連結的 所以等於是彼此也沒有什麼秘密 那相對來講就不會有什麼對跟錯的問題 你只有願不願意去理解嗎 或是願不願意去配合的這個狀況 那 今天 嗯 下面的要聽說 其實是我選擇三個跟眼睛有關的 為什麼要跟眼睛有關的東西呢 因為 在複合過程中 我們需要用更理智的 態度去面對 之前的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說用 嗯 就是我接受到就是 要我選這三個跟眼睛有關係的 我相信 嗯 是有它的用意的 那也希望說大家要用你的心眼 用把你的心輪打開 你可以想像你心中 嗯 你的胸口這邊有一個綠色的一個 嗯 輪盤 讓它開始轉動 然後慢慢的從中間打開 就像那個特效那個門有沒有 打開然後中間出現一個綠色的眼睛這樣子 用你的心眼去看這一段關係 有可能 有些人在占卜過程中就知道答案 可能就也不用再聽下去了 因為你已經得到你要的訊息了 對那如果 你 還想要多聽 多確認 我覺得都很好 對 但是我相信有些人應該會 心中已經大多都是有疑問 只是想做一個確認 而已 對那 但是我還要講 雖然這是大眾占卜 大家還是要去擷取 就是對自己真的有 有感覺 有幫助 的訊息 好 那我會盡可能把我所感應到的 任何的 訊息 或是說對應到的任何狀況 盡可能把它說出來 但是這次的抽牌 每一個品項都有三張牌 那也是對應就是這邊的題目 對 所以就是 呃 再次強調 今天做的這個大眾占卜 是要已經分手的 已經離婚的 突然間斷臉的 就是說你們還在交往中 突然間人就消失的那一種 好 就是來 再來做這個占卜 對 那如果是遠距離的話 我覺得 嗯 那個可能你直接打電話問他 可能會比較快 除非你真的是聯絡不到他 要不然其實遠距離 他跟這個 感覺又不太一樣 因為 遠距離不代表他不愛你啊 對啊 他可能有一些原因 他必須要跟你遠距離 所以我覺得 關於遠距離的部分 我之後會再另外做一個占卜 但是今天這個會比較 著重在你們已經分手 已經離婚的 那突然間斷臉 可是你又很在意 在意這個人 或是說這一個人 這一個人一直 還在對你先殷勤啊 對你付出關心啊 或是說 他又有點 嗯 好像又有點放不掉你啊 然後或是說 一直默默的提出 一些複合的訊息 那你可以來用的 透過這個大用占卜 來給你一個比較 嗯 客觀的判斷 好不好 好 第一個選項是眼罩 這是情藝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 做 呃 去年的活動的眼罩啊 所以我就去支持我的學弟妹 對 我也是情藝的 但是我不是文化 文創系的 我是修管系的 對 然後這個是那個眼鏡盒 對 這是我目前 戴眼鏡的這個眼鏡盒 然後這是挖鏡 對 買了 還沒用過 對 之前以為不見 結果後來 找到 就這一個新的就一直沒有用 好 那就這三個品項 那大家可以先 深呼吸三次 好 然後呢 請看哪一個 就是心裡講的那一個人 對象的名字 不管是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只要是你在意的那個 前任 都可以來做這個測試 對 然後 你就看 想想看哪一個最 跟他靈結最深 或是你的第一直覺 就一直 比如說你一直盯著挖鏡 OK 那挖鏡就是他 阿倫是一直盯著眼鏡盒 那就是他 那就是他 所以我在講的時候 一二三 一二三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哈囉 那我們現在要來解牌 第一組 那我這次 這次一樣是用麥文指引卡 因為我目前只會使用這個牌卡 嗯 就是 我覺得 如果說你會來測這個題目 你一定相對也測了非常多塔羅的占譜啦 對 至少應該有三個以上 那我會覺得說你可以 嗯 交互比對看看 因為每一種不同的牌卡 它所出來的能量 其實 嗯 可能不太一樣 可是通常結果 如果那個訊息是 天使非常強烈想要你知道的 其實解牌出來的過程 其實都會差不多 那我希望說大家都 盡可能去感受這些牌卡 所帶給你的一個訊息跟能量 不管你看的感覺跟我講的內容 是不是一樣的 好 你我覺得都要做參考 對 因為大家還要相信自己的直覺 現在大家都往一個就是直覺力的時代 每個人 嗯 已經越來越多人可以接受靈性成長的提升 所以 我希望說大家 呃 有時候 能多利用自己的直覺力 不要馬上的去否定自己 對 你的直覺力有可能 那個才是真的要給你的答案 好不好 OK 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一組 選擇顏照的朋友們 好 第一章是悲喜慘犯 就是關於她是否還愛我呢 第二章是我們會複合嗎 那抽到的是擴展 好 這兩張都是代表 然後 那個 喉輪的部分 OK 好 然後第三張是那個 呃 服務 就是我該怎麼做 那這張是我們的齊輪 對 那它也會跟我們的情緒相 方面比較有關係 好 那我們先從第一張來看 第一張悲喜參拜的意思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 呃 我那時候看到這張牌啊 因為它的關鍵字就是 成痛 釋放 跟成熟 那我可以大概可以感覺到 秋後到這張牌的人 他對你 其實他離開你 並沒有讓他 很開心 就是對他來說真的是悲喜參拜的一件事情 這個決定讓他很沉痛 但是這卻是一個很成熟的抉擇 所以當初他會 他會離開你或許 他是有逼不得已的原因 但是其實他是還愛你的 然後 所以他才只好把你釋放了 但是 所以我會覺得說 呃 這張牌所代表出來 他是 內在是有愛你的 而且他 也相對有隱藏的祝福嘛 你看他拿了蛋糕給他 其實還是 呃 經過悲傷 悲傷延練過的慶祝 那其實他這張牌的關鍵要點就是 他是在保護某個人 所以他很有可能是為了你 你們 呃 他很愛你 但是他為了要保護你 或是說他不要讓你為難 不要讓你受委屈 所以他只好 離開你 這樣子 對 呃 這個狀況我覺得很多啦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大家可以自己去套一下 看看這個男生 跟這個女生 他 這個男生或這個女生 他當初在離開你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態 那他是不是也非常的難過 是不是他療傷也療傷的很久 那 是不是因為他為了要成全某些事情 所以才跟你分手 呃 然後天使也說 呃 抽到這個組的啊 也有可能是 就是 他知道你心裡 你跟另外一個人 會過得比較好 跟他可能不會那麼好 所以他才決定要 分開 對 他才會決定要分開 然後希望你可以跟那個人 另外一個對象在一起 所以他大多數都是 他其實是愛你而做出這一個 那個 犧牲這個決定這樣子 那 呃 無論怎麼樣啊 就是無論什麼事正在發生 或許都需要釋放 那這張牌也可能表示意料外的消息喔 就是說 嗯 嗯 因為我們現在是說他現在還愛不愛你嘛 對不對 其實他還是愛的 那如果說 你也是有想跟他複合的話 我覺得 嗯 只要說你們兩個可以成熟理智的去面對 所以目前呃 你們現在眼前的一些問題的話 我覺得是蠻有機會的 齁 然後再來就是 第二張 我們會複合嗎 你跟你想的那個對象會複合嗎 這張是擴展牌喔 那擴展的意思啊 就是 他是呃 某種連結跟進展 所以他是有進展的意思 那 呃 他也是一個比較 有明智的建議 還有精神上的支持 對 所以但是你們兩個都會 都目前都是處在一個 不太確定的狀態啦 我覺得他也是 嗯 可能我覺得 應該是你們當初離開的時候 還有一些阻礙 或是說他為了那個問題 而離開你 但那個問題並沒有化解 所以你們變成說有點 他也沒有辦法再去喜歡上別人 而你 可能 也沒辦法再去愛上別人 或是說你心裡還是惦記著他 呃 可以感覺到你們兩個彼此的連結還是非常強 可是 你看喔 天使給你們兩張喉嚨的牌喔 就是 你們很需要溝通 其實如果當初你真的愛他的話 或許 講出來就是說 呃 彼此如果真的知道 能夠一起同甘共苦 或是說一起 不要畏懼這個困難艱難 那 或許你們 就也不會分手啦 說實話 因為你們這組其實是可能不太 會分手的 但是 因為就是有些東西講不清楚 而且大家 你們都是彼此在為對方付出 私底下為對方付出 那對方可能也不知道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 這讓我想到一個偶像劇的劇情喔 就是說 那男的啊 他可能比如說不管他生病還是怎樣 常常就是說 啊我要這樣做 我對他才是最好 我要離開他 我要讓他討厭我 對 嗯 他討厭我還就會去愛別人了 就是這種奇怪的 芭樂劇情 然後女生就不知道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 為什麼要一直把我推開 結果呢 結果 可是我還是愛著你的啊 你一直把我推開 我就 我就生氣 好我走我走 我走 然後結果他去跟了一個 自己根本不怎麼愛的人 那是不是等於就傷了第三個人 就是那個 嗯 那個 配角就會 男配或是女配角就會有點可憐 對 因為就變成有點像是 被取暖的那個角色 那 那其實重點還是在男女主角本身 都沒有看清楚對方 真的為自己做這件事情的用意嘛 背後的含義是什麼 所以就會導致說 很多該講的沒有講 啊不該講都講了 這種狀態 但是我覺得到這個部分啊 是還是很有機會的 而且神 天神們就是很 很幫助 很支持你們的喔 然後啊他們 嗯 所以這張啊 他有一個天神的意思就是說 天神希望 嗯 你們就是說 要相信自己的直覺 然後 當你相信你就會看見 所以 只要你 你要一直告訴自己 這是有可能的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你要去一直 想著他 並且放下一些 過往的 嗯 就是過往的一些 不必 不必要的問題點 如果你真的想跟他 複合的話 我覺得你必須要先放下 你自己的可能一些成見 或是說你要重新去了解他 好 看到他 的生活上的進步 還是什麼 那如果說你現在目前 你想的這對象 他 現在 狀態不是很好的話 就是說 嗯 又是怎麼講 就是有點頹廢啊 或是有點墮落啊 嗯 那我會覺得說 你還要 你就要繼續 你就要等看看 就要放下腳步去 想看看說 如果現在跟他在一起 是後面的後果 是不是好的 對 不要不要 就是說 就是很盲 很 莽撞的去 就是一直想要去跟他複合 那這樣可能會造成反效果 因為如果對方他的狀態也不好 或者是說 他現在有 男女朋友的話 那我就覺得 那就真的不太適合了 因為擴展他有 他也是算是 不管是你跟他兩個的關係 進行擴展 也有可能是你們個別的關係 進行擴展 你懂我意思嗎 就天使要的 我特別強調就是說 這張擴展牌 不只有你跟他 而是說你們彼此的人生啊 或是你們一些人際關係 還有你們的愛情關係 都有個別的擴展的機會 所以會不會是跟彼此有擴展 我覺得不一定 可是如果 天神就是要你 如果你真的還想要這個人的話 你必須要去相信 並且你要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讓自己變更好的狀態 然後去迎接他的到來 然後兩個人才可以重新擴展一段 新的交往關係 新的交往 這是 這個 剛剛有講到嘛 就是 被喜參辦的這張牌 他是一個 新的開始 就是說 他是新的開端的意思 他也有新的開端的意思 那這個也有新的開始的意思 所以 嗯 他 他有新的領域 新的擴展的意思 那你們能不能夠去變成 這一個新的擴展的狀態 我覺得就是要 要去努力啦 對 那 唉 但是還是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你們要多溝通 對 就是真的要多去溝通 好 那當然我們第三章才是說 我們該怎麼做 為什麼我只卡在第二個 就是 好好 我先理一下喔 第三章才是 你要該怎麼做嘛 該怎麼做才能讓這段關係有更好 那大家看到這張牌應該會覺得 嗯 為什麼我是一個阿嬤 呵呵 好沒有 就是說 這張牌其實是 他的關鍵字是 慈悲忠誠跟力量 那 他是 嗯 也有 比較負面可能就是 不願意妥協的價值啊 對就是說 因為這個阿嬤 他為了顧這三個小孩 他 犧牲了自己一輩子 他都沒有去開創他自己的事業 沒有去 好好的做 那 但是其實他在服務的 就是 都 就是他 他想要的 我覺得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放棄了你的渴望 那無論你渴望什麼 他都會吸引給你 那這個 這一個阿嬤 他就是把 服務的祖傳承襲給他的女兒 那作為一名母親就是最偉大的成就 就是說 不一定要去外面闖蕩很高的事業成就 才是人生成就 那他能把這三個孩子養到那麼大 並且把他那個服務的精神跟態度去 傳給他的後代子孫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成就 所以我覺得 天使要跟你說 不管你現在在做什麼工作 你現在在做任何事情 你要記得 你要讓自己變好 不要去跟別人做比較 不要不要 不要花那些情緒跟時間 去跟別人比較說 為什麼別人都 比較好 或是別人都有男朋友啊 或是別人的男朋友都 對他比較好 別人的女朋友都 很賢妻良母啊之類的 或者說別的人都有很幸福美滿的家庭 那你要去想想 有可能 你在這段關係中 雖然你現在是一個人 可能是 你可能現在一個人單身 也有可能是一個人帶著小孩 我覺得 你都已經很盡力了 你很偉大了 你非常的努力 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 其實到這張牌我才真的有感受到 那個單親家庭的那個感應 就是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 已經 獨自帶著小孩很 很久的媽媽 比較多 那 或許有時候 愛情已經對你來講 它只是一個 算是一個生活上的滿足 跟心靈上的滿足 那其實根本不用再去 嗯不用太去強求過往的情感 因為畢竟那些回憶是 讓你們非常沉痛的 對 它悲喜參半 那我相信你也不會快樂到哪裡啦 對不對 除非就是 如果你很快樂 你就不會想說 他還會不會愛你啦 對啊 一定是你們當初分手分開離婚 是 就不是那麼的 和平 對 那 所以我覺得說 到這時候 你更應該要去找到你人生的 價值跟意義 那不管你有沒有小孩 你都應該要為了 自己 然後去做一個付出 還有就是 可以找到讓你能夠 得到喜悅的地方 對 那過去這些 或許 就把它成為一個珍貴回憶就好 你就 再去往下 再去找 對你來說更好的新的方向 不管是人也好 事情也好 物品也好 對不對 要懂得愛自己 找到自己的光芒 我覺得才是比較重要 那這也是一種慈悲啊 人要先對自己慈悲 你才有辦法去 把慈悲化作力量 對別人慈悲 慈悲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今天不對自己慈悲 你 你沒有那個多餘的愛 去給人家 你只會一直覺得說 自己怎麼那麼慘 那麼的不幸運 然後自怨自義 這樣子 哇 我怎麼結這種牌那麼沈痛啊 真的很累 我真的有感覺到很累 就是 很像在看一部就是 嗯 不是芭樂劇啦 但是就是說 很辛苦的一段愛情 然後最後 沒辦法繼續走到一起 但是 在這過程中 已經有很多人 因此而受傷 好 不管是你跟他 或是你們的小孩 都在這中間已經 受傷很多次了 所以 天使還是希望說 他也 天使願意給你一個很溫暖的擁抱 就是說 他也會 他要謝謝你 來做這個 占卜 喔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講 唉呀 真是的 就 反正是說 天使很謝謝你們來 然後也希望說 在你做這個占卜的時候 請想像有天使 有在你們的身 下面的大天使在你們身邊 擁抱著你們 給你們最大的愛 然後給你們勇氣 再去往新的方向 新的關係 去邁進 喔 然後 好 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有選了這張牌的人 或許你在工作上 你會遇到一個 對你更好的人 對 嗯 有接受到這樣的訊息 好 那我們來做零擺好了 對 因為這題目 我覺得 相對來講比較複雜 比較沒辦法去做到 說每個人都講得非常詳細 那如果說你 真的心裡還有很大的疑問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來找我做一個 就是個人的拍卡占卜 或者是生命靈數的個人諮商 因為生命靈數的諮商 它除了讓你了解你全盤需要注意的事情 還有讓你了解你自己 你就也比較能夠知道你需要找到怎樣的人 你跟什麼樣的人會比較適合 然後還有你現在這個人生階段 你現在要學的課題是什麼 那你才可以去讓自己的生活慢慢 身心靈的去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好 那我們來做一下零擺占卜的部分 這樣看得到齁 這樣看得到齁 一樣這邊是也許問得不好 否 然後我要先問的是 請問 請問 請幫我回到 請幫我回到探查位置 好 謝謝 請問 選擇第一組眼罩的朋友們 他們所詢問的對象是否還愛著他 是齁 好 請問這是真的嗎 如果是真的請給我順時針 好 謝謝 好 然後第二個 就是問說你們複合的指數 那我是先移一年齁齁 就是一年 因為我覺得 這一組的課題很多 所以要短期內我覺得 嗯 需要花點時間去好好調整 好 請幫我回到探查位置 請問選擇第一組眼罩的朋友們 那 他們複合的機率有多高呢 請給我一個指示 70嗎 好 請問是70%嗎 如果是的話請給我 呃 你們這樣拍不到齁 如果是70%的話請給我順時針 就是複合機率為78的話 好 好 好 謝謝 好 第一組的 我們剛剛用您擺展坡 就是 答案是是喔 他還愛著你喔 那你們複合一年內複合的機率為70% 對 70%喔 那 嗯 我覺得只要你們能夠好好的去溝通 應該 都很有機會 然後一定要找到自己 人生的目標和價值 好不好 好 祝福第一組的朋友們 然後你們很辛苦 一定要愛自己 呃 如果是有小孩的人 那我覺得也是要多跟小孩去做一個溝通 了解他們的想法 說不定他們還是也很希望有一個完整的家庭 那無論你們未來的這個另一半 是不是 前任 好 我相信都會在 嗯 近一年會有很好的愛情發展 這樣子 好不好 祝福你們 嗯 有時候對愛情這種東西啊 就是 感覺很重要 但是有時候也還是要 考慮到說 自己還有沒有那個心 為對方付出了 對 任何單一方面的付出都 單一方面付出的愛情都不會有太好的結果 對 這是 屢見不暇的 對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嗯 希望這組牌的 大家一定要 往自己的內心去走 對 不要看的太多的表面的問題 好 然後你要相信很多你們的 可能祖先吧 或是你們守護靈 守護天使 其實都在支持著你們 就是現在在問問題的你們 做占卜的你們 對 一定要利用你們的直覺力去 接收這個一些訊息 那我相信你們會得到更多 能夠幫助到你們的解答喔 好 加油喔 嗯 那我剛剛忘記了拿 講就是如果大家對我的影片 有覺得有幫助的話 歡迎訂閱 然後按讚 或是下面留言 你的選項 然後或是說你想要跟我說的話 對 那我只要盡可能我有空的話 都會來做一個回復 然後並且給予祝福 這樣子 真心希望大家都可以感情順利好不好 不要問 不要在愛情裡面這麼的折騰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到第二組囉 第二組是選擇這一個眼鏡盒的 嗯 蠻有質感的一個眼鏡盒喔 對 然後 那你們抽到的 我覺得這一組還蠻有趣的喔 大家可以聽我娓娓道來 第一張呢 是我們問說他還愛我嗎 那這張是自我價值 是七輪的部分 那第二張是我們會複合嗎 然後這張是創造 好 應該看得到好 創造 他屬於中心就是我們頂輪的部分喔 第七脈輪的部分 那第三張 竟然回到我們的海底輪喔 就是完美 就是我該怎麼做喔 對 那 看過了這個解釋之後 其實就會覺得還蠻有連結的 好 那我現在為你們做一個解說 那我們第一張是自我價值 那他還愛你嗎 接著這張呢 他是 呃 我覺得他可能已經 已經沒有那麼的愛你了 哈哈 我真的好不想講這句話 但是 這張牌也可以看到他其實現在比較注重的是自己的狀態 創造自我價值 那 因為這張有一個叫關鍵字叫自愛啊 就他可能會覺得說 他現在比較重要的是 呃 回歸到他的自己 那他有很 我覺得這一個人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他好像是屬於比較天真活潑可愛 然後充滿好奇心的那一類 那一種男生或女生 那 但是 所以他也在這一段感情的 就是分離之後 他覺得他應該要讓自己過得更好 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創造他的自我價值 可能他過去在這段感情內 他投入的太多了 他已經 有點失去自我 有點茫然 甚至 他已經覺得說我做的這些事情 好像已經不是我在做的事情了 呃 我曾經也有過過一段感情 就是我覺得我為了要希望說對方可以更愛我 或是說我希望說對方可以另一半可以認同我 我做了很多我平常我不會做的事情 起初我想說他應該會因為因此這樣而感到一個 就驚喜或是覺得說哇你好像變了什麼的 結果他這樣 就說 啊你覺得你變成別人有比較好嗎 你現在只是暫時的 你永遠都不會變成別人 對 但是我會覺得說可是我沒有要變成別人 我只是想要改變而已 我只是想要讓你更好 但是的確那個過程中 我是不舒服的 我是不高興 我是覺得委屈的 對 所以 嗯 這部分 你可以去想想看 就是這個在你們的感情狀態 是不是有點 當初在狀態的時候可能付出 是不是他當初可能過度的對你過度熱情 把你都紅台跟他喝喝 那結果就是適縫的很好 結果可能你也習慣了 但是他反而覺得說他怎麼都 他覺得這段感情好像沒有他想像中那麼的有愛 有愛情的味道 因為有時候很多我看過太多朋友 就是可能大概跟我一樣大概一兩年就會變成老夫老妻的狀態 各過各的 好 男朋友回家就是打電動看電視 那女朋友回家可能就是 嗯 也是追劇啊 或是說 或是說 又跟姐妹出去之類的 就是覺得說好像 兩個人交流的時間變少了 那 在兩個人一起在這個生活的過程當中 不管有沒有同居啦 你們有沒有在為自己的未來去努力 有可能有 也有可能沒有 對 所以 這照來講 實在是看不太出來他對你來說還又沒有愛 但是他比較他現在很明確就是說 他已經經過許多風風雨雨了 冰天雪地了 他要去找到屬於他自己的那個價值 自我價值 所以 對方是一個椅子 不是啦 就是說 這個椅子或許是他的成就 他未來的位置 他的工作 或是說他想要做的夢想之類的 他要去為他的夢想而努力 才能往那個天堂之路這樣子 對 那再來就是 第二張 好 為什麼我要挑那麼快 因為第一張大概就是這樣 哈哈 因為這張就很明顯了 就是說 他是真的沒有那麼的在關注你 或是說他也 他現在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這樣子 對 然後 而且他現在是 也在慢慢建立他自己的信心啊 哇 有一句話我有點不太想講 就是說 抽象牌的人啊 有可能他 當初跟你在一起 你 可能把他的信心 自信 摸得差不多的 有可能你把他的批判 你已經批判他到一個體無完膚的境界 也就是他做什麼你都覺得看不順眼 所以他很受傷 對 所以就是 他 他只好離開你 就是 所以他 他的功課就是說 他怎麼去跟值得這個字去做相互連結 他值得被愛嗎 他值得去擁有更好的嗎 他值得去做他想做的事嗎 他現在就是在努力往值得的方向去做 對 好 乖 我已經感覺到有一股 喔 那種叹氣的能量來了 好好 我們來來來來 繼續往下吧 那你們兩個會不會複合呢 好這張是創造 好 我們的第七次元 不是第七次元 第七脈輪喔 那 薩滿女神他想要 薩滿 他要跟你說什麼呢 我覺得這張 蠻重要的喔 就是 呃 跟你們分享 這張我會講比較久 因為這張我覺得這才是 這一支的牌組很重要的地方 然後還有跟這張 對 兩個會互相有呼應 好 那這張的傳說是說 早在歷史發生之前 薩滿他行走在大地上 將藝術的才華送給被選上的少數人 有一天 他在一棵畫樹下休息 嘿 畫樹說 我也要我的謬思 然後畫樹 然後畫樹 畫了很長的時間 去逗薩滿開心 然後又唱歌啊 又說故事啊 我怎麼不知道一棵樹可以 這麼的多才多一號 然後 薩滿很開心的笑了 他說我這厲害的朋友啊 你一直都有你的才華啊 他發誓從那一刻起 他會給每一個人 他們自己一個天賦禮物 天賦禮物喔 直到今天薩滿的他 從未離開過我們 我們會在每一件創意的作品中看到他 為什麼 因為他給每一個人 所有人都有個天賦禮物嘛 所以我們在所有的創意作品 所以創意來說 是不是也是很天賦的一種 那每個創意的才華又不同 所以表現出來的樣子又不同 所以每一個創意作品 都有薩滿的身影 對 是不是很厲害 但是他其實就是說 你的道圖是充滿創意的 請用具體的藝術形式 來表達你的愛 所以做決定的時候了 你要詢問自己 我在等待某人 同意來創造我的生活嗎 為了取回我自身的天賦禮物 我需要了解什麼呢 那我的感覺是說 你或許不用再去思考 會不會符合這件事情 而且我也可以感覺到 抽到這組牌的人 其實非常的完美主義 就是 你本身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 所以有可能在這個才華過 你沒有去想到說 用這些藝術的方式去來表達你的愛 你已經把它變成一種商業化模式了 就像有些人喜歡做 喜歡畫畫 可是畫到最後他開始去賣畫 他為了要賺錢而去畫畫 那種感覺就已經失去愛的意義了 因為他已經不是在用愛在畫畫了 他是因為他必須要做出業主要的要求 或是說他需要能夠賣得出去 所以他必須要畫更多人喜歡的作品 那這個是不是就已經顛倒了 就像有些人 像演戲好了 你是真的為了 你是因為喜歡這一個劇情 你覺得你非常可以融入 所以你才去演 還是說你是為了賺錢 不管是怎樣多爛的劇 你都要接 這樣應該很明顯了吧 就是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衝到這組牌的 你是表演藝術者的幾率很大 或是模特兒或是網紅 或者是就是你需要在鏡頭面前 或是說比較在大眾面前光鮮亮麗的那一種 其實你有很多才華欸 我覺得其實你應該會從這一段感情中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那你現在已經知道他也在努力 我覺得你更應該要去好好的去創造自我的價值 哎呦我就講了自我的價值去 對那你創造出來之後 你會得到你的謬思 因為為什麼 因為會讓更多適合你的人 或是愛慕你的人會出現 那那個也是薩滿的一個魔法 當你認同你可以用你的藝術 你的創意去表達你的所謂的愛的時候 應該說還是要人要多一點點浪漫 就是說不要那麼每一次的東西都那麼務實 然後偶爾可以做一點小驚喜 有可能你以前國中高中的時候 你很會做字卡寫信畫畫 可是你現在因為被社會磨練了 就完全不再去做任何會有驚喜類的事情了 那相對來講 你這樣你會跟另一半會少很多很多那種珍貴的回憶的接觸 對所以就是我覺得你要慢慢去調整你自己的狀態 有可能其實你只要稍微調整一下去讓去做更多你喜歡做的事情 你會讓更多就是喜歡你的人或是適合你的人 還會慢慢出現到你的生活當中 你的人生是充滿魔法的 我相信你自己應該也很有感覺 我可以感覺到這一個 超自主牌的女生或男生是 在人生中其實是充滿魔法的 只不過說感情上來講就是總是會覺得有點坎坷啊 對就是覺得說為什麼好像都找不到真愛 或是說為什麼最後都不計而終 常常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或許是因為已經你有時候可能交往下去太過無實了 對人家當初怎麼去看上你的 人家愛上你的那個源頭是什麼 那你後來不知不覺把那個光芒給消掉了 甚至那個面相完全不見的時候 那對方就會覺得說 那好像你就不是我這麼喜歡的那個人了 對就是或許你會覺得說 蛤有人會那麼膚淺嗎 只喜歡我那個面相 啊但他就有可能是因為那個面相 那個認真的樣子去打動他 或是說你的作品你的演技 或是說你的種種的態度 然後他會被你深深吸引 可是結果實際交往之後 跟想像中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或許這個講起來 這這樣的愛情有點表面 所以為什麼薩滿他要出現要告訴你 你是充滿魔法的一個人 那你一定要去讓你更真實的一面去用藝術的方式去表達出來 好然後並且同意其他人能來一起跟你創造這樣的生活 懂嗎 就是要創造能跟你有同樣的價值觀的人 或是說有一樣默契的人的生活 而不是因為只是看到你的表面而已 這樣子 OK 那第三章 因為其實第二章 因為我們微博會有關係到很多的面相 所以其實第二題跟第三題有點像一起講 那像第三題他就點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你真的太完美主義了 所以有可能是說 你有可能是對自己太過苛刻 所以導致對別人也是這樣 那你應該要開始去尋找你世界中比較正確而且美好的事物 你就會去看見他了 那而且你也會創造你自己的一個獨特性 你可能會在朋友中你會覺得你比較孤單 比較一個人 然後就是也會比較疏離一點 但是其實你的心情啊 你的內心是非常非常渴望愛的 要不然你就不會來做這個贊譜了 哈哈哈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你還是內心某個層面是很渴望愛 而且如果你是學藝術 我相信在感性這部分 其實是更容易打動你的心 可是你是不是 戴著那個鋼盔戴太久了 對不對 你有可能戴著那個鋼盔戴太久 你就感受不到別人給你的冷卵 對啊 然後 所以天神要你去詢問說 你現在焦點放在哪裡呢 你知道什麼是對的 然後去告訴別人 這並不會是最好的方法喔 就是說 有些事情不用太過度的糾正 對 要不然就會有點像交往過正的感覺 交往過正應該是我從很多塔羅斯會一直聽到的這些話 就是說有些事情在我們的三次元的世界中 有太多二元對立的問題 但是你並不可能去看到對方的百分之百的所有面向 甚至還有他過去小時候的記憶 所以我覺得你根本不用再過去過多的去猜測他的想法 因為你不是他 你沒辦法去了解說為什麼他的這一步要這樣做 你也沒辦法去斷定說他一定會怎麼做 懂嗎 重點是你自己 你懂嗎 重點是你自己 所以這張他也是一種轉化啊 就即將到來的轉化的關鍵喔 所以我覺得你更應該要去把這些批評的 的想法去放下 然後努力的去創造自己的成就啊 或是個人的人價值 或是做一個你自己看了鏡子 你會很喜歡自己的那個人 對 如果你現在看鏡子會覺得說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我要把自己搞成這樣 那就去改變啊 你懂嗎 如果你覺得說 天啊我怎麼跟那個灰頭土臉的感覺 那你就把它弄乾淨 或是說自己把好好頭髮啊 什麼就是外觀好好整理一下 自己看的也賞心悅目嘛 你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可是你好像似乎沒有很認真去看自己 你有些完美主義者的人 他自己做的事情不一定都百分之百的完美 是真的 有時候會受到一些情緒的影響 周遭位的影響 或是說他的完美主義的觀念跟別人是不一樣 有些人是對自己的外觀很完美主義 有些人是對環境整潔很完美主義 有些人是對這種排卡嗎 我就是要排得真正氣氣的 我覺得這才是完美 好等等之類的 所以還有就是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更多的都是批評別人的完美主義 就是自己可以休閒一點 可是別人不行 對我遇到蠻多的 就是說我可以你不行 對你不可以我可以 那我覺得這個就不平等啦 你懂嗎 那這個覆盆美還代表正直的覆盆美 也就是說不具仁慈的誠實是殘忍的 那覆盆美的新弱點就是 允許他人去 允許他去看見他人的 以及他自身內在的美 有沒有 這樣子大家有沒有比較有感覺呢 那所以衝到這組牌的 不要太灰心 我覺得其實你們是有天生都有很多天賦禮物的人 你們都有自己的很好的成就的那一面 有可能現在不是賺了非常多的錢 但是你要相信你自己是有 你是有專長的 你是有天賦的 那你就好好去實現它 並且讓自己能夠更有寬闊的心球去接納人家的不完美 對 我覺得人家 我記得之前有聽過一句話 有些事情都不完美就是完美 為什麼 因為他因為這個不完美 而造就出他完美的後果 如果你一開始都很完美 有可能你後面反而會導致缺陷 有時候這是一體兩面的事情 但是這不是絕對 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應該太過偏激 而是說要取得一個平衡 我覺得很重要 那我們就來做一下 就是jump 那一樣這裡是是也許 問得不好佛 那我們要問第一個題目是 選擇第二組眼鏡盒的你們 好 所詢問的對象 是否還愛著你們呢 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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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這一個是那個 0到100的占卜圖 好 那請 幫我回到探查位置 請問選擇第二組的朋友們 他們與他們的 詢問的對象 複合的機率有多少呢 20% 請問是20%嗎 如果是的話請給我順時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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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很清楚了 他 或許他對你還是有感覺 但我覺得他應該是比較多是把你放到心裡面的 就是成為一個回憶 一段很好的回憶 那跟你們前任複合的機率大概就是20% 比較低一些 但是我覺得大家比較會心 因為你的人生還有很長 就是我們要相信宇宙給我們最好的安排 或許我們當初因為很多原因我們分開了 那有可能也是為了要讓我們去遇到下一個適合我們的人 對不對 好 那祝福第二組的朋友 那如果說你覺得我的 我的占卜有幫助到你的話 歡迎幫我訂閱按讚 然後也歡迎留言你的想法 在下面告訴我 只要我的時間我都會盡量回應 那如果你還有更多問題都歡迎來參加我的 目前的免費的零百占卜活動 那如果你希望可以更精準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以更占卜或是生命零數 就是心靈之傷的部分 那這個比較能夠全面的去處理你目前的問題 還有你跟對方的問題 對 因為我有幫一些離婚的幾切去算過 其實他們說生命零數是很神奇的東西 就是也算是療癒到他們的內心 他們終於比較知道他們自己為什麼會這樣 有些事情是你不想要去這樣做 可是你就是忍不住 而去這樣子說出那樣的話 可是當他們了解自己個性的時候就會知道了 那你越了解自己 相對別人也比較容易了解你 喔我覺得這句話很好 欸謝謝你喔 就是雨柯其實跟我講一個很棒的話 就是說當你了解你自己的時候 別人才更容易了解你 如果你連自己是怎樣的人你都不了解 別人就很難了解你 就會一直觸動到你的地雷 對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很關鍵啦 也是送給第二組的啊 祝福你們囉 也祝你們新年快樂 好 終於來到第三組了 然後 這一組 大家應該會覺得希望蠻大的 就是 尋找永 挖進這一個 的第三組朋友們 那 我要來跟你們做解說囉 我們第一張啊 他還愛我們啊 抽到的是 太陽神經叢的喜悅 那 就是我們的第三脈輪 然後 第二張是 我們會複合嗎 那我們抽到的是 美心輪 就是第六脈輪 的 信心 然後 第三張是 我該怎麼做 我們抽到的是 熱情 就是騎輪的部分 那因為現在快接近下班時間 就是 車流量會有點大 那 請大家就是 請多保涵 因為我知道說這樣可能會多了很多的雜音 那我會盡快 我還是要很認真地去跟大家做解說好不好 不會因此就 就不講 不講詳細 好 那我們第一張是抽到的是喜悅這張牌 那其實這張 呃 他其實 他是一個 他對你來說 他還是充滿的一個 正向的一個看待 對 那他對你 還是有很多的好奇心啊 對 而且 就是說 過去的你們其實有一些爭執 但是他已經放下了 他的內心也痊癒了 因為 當初可以跟你分手 可能也是因為覺得彼此的價值觀不合啊 或是說有一些 口角啊 或是一時賭氣 所以就分手了 那 可是其實他內心一直都有存在著你 就像這個跳舞的 楚菊 呵呵 跳舞的楚菊 他的內心 還是 對你還是有很澎湃的愛意啊 對啊 那我相信 如果能抽到這張牌 應該其實是 蠻 蠻明顯的啦 就是他可能還是會一直打電話關心你啊 或是問你好不好啊 而且甚至可能你中間你有交過別的男朋友 你可能還會去跟他哭訴啊 這一類的 對 嗯 雖然我覺得這樣不是很好 就是說 我覺得要跟大家倡導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已經有另一半喔 就不要再去找前任 說哭訴 因為我也曾經被哭訴過 但是我覺得說 啊你現在有女朋友耶 你這樣找我哭訴好嗎 他就說沒關係 他看我不知道 喔啊所以就是另一半不知道 就沒事了是嗎 呵 嗯我個人 我是水瓶座啦 所以我就不太能接受這樣子的行為 所以我會跟他說 嗯我覺得那你之後去找你兄弟講好了 不要找我講 因為我幫不上什麼 因為如果我今天我能療癒你 那我們為什麼會分手 我如果夠了解你 我們還會分手嗎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沒辦法 做到彼此體諒我們才會分手嘛 我們才會分手嘛 才會離婚嘛 我是我還沒有結婚啊 我對我真的說 就是這種狀況 就是你們的狀況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會無法繼續走下去嘛 那如果說你又 但是他其實還蠻喜歡你依賴他的 就是你現在詢問這個對象 那天使也是希望說他可以從這個喜悅當中去抽離 然後並且達到他更高的目的 對 不好意思喔 我剛剛去關一下那個陽台的門 因為我覺得 旁邊那個在打洞的聲音有點大聲 對 好 那 好 我們繼續喔 就是 所以抽到這一張的啊 我覺得 我覺得他是還有 愛你 為什麼會那麼猶豫 是因為我覺得他現在比較介於在喜歡 應該不能講到愛 因為愛的話是那種 嗯 沒有你不行你知道嗎 那種感覺就是說他願意問你犧牲風 但是他現在是很 他自己也是過得挺快樂的啊 就是說他自己 而且他可能跟你 嗯 他曾經可能在跟你在一起有受到一個比較嚴重的打擊喔 可能有出比較嚴重的神病或是意外 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很想講車禍喔 就是說 所以他就是覺得說你會不會因此不喜歡他 所以他也是很重視自己外表的那種人 就是他沒辦法接受 欸 嗯 我現在這個樣子 我還要給你照顧啊 我受不了啊 我怎麼會是變成這樣了 嗯 對之類的 所以他就有可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啊 就跟你分手說 你可以去找你去找比較好的人啊 可是他其實內心是捨不得你的 他內心是還是想要跟你在一起 但是 大家可以看到他現在目前的狀態 在健康狀態應該是有比較好 對 然後而且就是 嗯 整體來講 他是也有比較大的一個改變 因為 跳舞的處局啊 他是代表生命中一個新的喜悅階段和重大的改變 例如搬家新工作或者婚姻 那 呃 這是你一要之後的時刻 你也許看不見即將前往的地方 但你會抵達到那裡的 有可能他也還在 他可能也換了新工作 搬了家 然後所以 呃 就 整個人生來講 就有進入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軌道 那我相信你都有看到 嗯 就是 你一定有看到他變好的樣子啊 對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也是很貼他的高興 所以 呃 這讓我想到喔 就是 有些情侶一開始就可能是同居 但是 後來他們反而分居之後 感情變更好 彼此都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而且 他們也都能為自己的工作 更加的努力 就是 更加的有 嗯 有想法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會 我覺得你們的感情已經漸漸漸往一個 比較成熟的 方向邁進了 對 但是我相信應該是 可能還是有一些疙瘩跟問題 或是說你們現在是遠距離 所以沒有辦法 有很多時間碰面 但是我相信你從他一些FBI G啊 已經看到他越變越好的樣子 那 我們再來第二章 就是說 你們會複合嗎 好 天神要告訴你 要有信心 你比想像的 所想的還要廣大 然後 並且 不要害怕 對 你不要去害怕說 呃 跟他在一起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或者說你現在正在害怕的那個東西 請把它放下 放在地上 然後跨過去就好了 那 之前有一個很可愛的網友跟我說 他跟我說他真的他就拿一張 他就是因為他要比喻這張紫磚嘛 因為那時候我分享這一個卡片的傳說 然後 然後 就是說這個女生將這個磚塊放到地上 並勇敢的跨步向前 他的未來就照亮了 喔 因為是這些神明啊 就是 鼓勵他將磚塊放回路上 對 他就 不會認定這個深紫色的這個紫磚是一個高牆這樣子 這傳說可能會有點小荒謬啦 但是就是我覺得 他還是有他寓意在 就是他因為他以為這是一座高牆 就看不到前方 所以他會害怕不敢前進嘛 然後那個網友很可愛就說他就用一個 用紫色筆在一張白紙上 就是把他所有害怕的事情寫起來 然後就把他跨過去 然後就 哇 我 就是說我突破了啊 這樣子 然後我跨過去了 我跨過去了 欸他就說 欸好像起了蠻大的鼓勵 因為他是在自己房間弄 所以沒有人看到 就不會覺得他在幹嘛 對 但是我覺得他 跟我講說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而且 好像能感受到那股力量欸 就是 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我起雞皮膚 對 我起雞皮疙瘩 然後我就覺得 嗯 他有感 我是覺得他是真的有感應到說 就是 這樣的方式可以讓他 換藍心的感覺 一種 一種蛻變 雖然 實質上可能沒看到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心境上的蛻變啊 比起你外表的改變來的更重要 有些人是外表改變心境上沒變 你外表看起來還是一樣 有點暗然無光 可是如果你心境上改變 你就算外表你打扮得很樸素 你的臉上都會發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樣的人 好 那再來就是 呃 所以我覺得你要很 對你們彼此的關係要很有信心喔 我覺得你們是有非常大機會會附和 請把你現在內心所有的恐懼不安 放在地上 要不然把他寫起來放在地上 然後用力的給他跨過去好不好 對 那 或許 他也在等你啊 我不知道我怎麼突然這樣想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第三章好不好 第三章是我們該怎麼做嘛對不對 就是說 呃 我覺得你要跟隨你的熱情 然後成為你獨一無二 為自己而戰 那你可能 在這個過程中 你可能會被家人朋友排擠 可能就是說 你還想回去跟他在一起 你可能你家人朋友可能就無法接受啊 說你們好不容易分手 你還想回去跟他在一起 那我會覺得說如果這一個對象 呃 對你來說是好的 那你就應該保持你的熱情 你就不要去 你就不要害怕 但你的情緒要更專注 因為這一張牌是情緒牌 就是說 你要讓你的情緒 保持在一個更穩定的狀況之下 才不會受到別人的影響喔 才不會又 別人又跟你講一講 你又啊 好像是這樣欸 那還是算了 好你就被被洗 不能這樣被洗腦 就是說腦弱 不是腦弱 腦泼弱 天啊我到底在講什麼 就是說 腦泼比較弱 就會容易被影響 對但是他們並沒有看見的是 其實你們兩個彼此都很努力在進步 有可能你們現在在一起了 會完全不一樣跟以前不一樣 我覺得你們兩個在一起或許比較能 更能夠去 讓別人看到說 其實你們過去的那些 小錯誤啊 其實更能不足以掛詞 那其實你們現在可以用更成熟的態度去 面對 這一段感情 所以我還感覺到 抽到這組牌滿多的應該會是 呃 可能在學生時期的時候交往過 後來可能因為 就是 種種原因嘛 比如說畢業後不同學校啊 或是怎麼樣 或是同才之間的問題 然後就 分手了 那你們都在你們成年的時候 彼此都有個別的成就的時候 因為你們可能都是初戀 所以你們會對彼此有很深很深的 那個 向往跟 嘖 那種 刻骨銘心 雖然初戀不是說一定要多紅紅的 但是就是初戀那種感覺是 我覺得 呃 是很難以忘懷的一段感情 因為那是真的喜歡 就是你第一次 認定自己真的是喜歡的這種狀態 好 那你們就可以用更成熟更熱 更有 呃 熱情去為對方著想 因為她也是 這位公主她也是 不計自己的 身分去 去為人民服務 去擔任職工 所以她不會覺得她在做很低下的事情 而是她覺得她做這件事情是 很有 很 很有 熱情的 她覺得她做這事情是讓她開心的 所以 天使也要告訴你 你要跟隨你自己的本能 你就會直覺的 知道什麼對你才是正確的喔 你就說 你很清楚知道你要怎麼跟她繼續 展開這一段 呃 恢復這段關係 那 你就會 你的直覺所想出來的 我相信那個就是 你的答案 好 那 所以她這個又是代表熱情 無味跟王權啊 那我會覺得說其實在這段感情 主權是你耶 就是說 你才是複合的關鍵 不是她 她是很想要跟你在一起 但她也不知道到底你想不想跟她 拆引擎 對 還想不想跟她繼續再去前緣這樣 那如果是已經離婚的 我覺得 呃 或許你們會覺得說年少的時候有點 不成熟 那彼此不太會想 那其實你們已經在人生中已經這樣子奔波了一大段時間了 其實 呃 才會去想到說 啊 還是她比較好 對 那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們已經懂得互相珍惜了 然後也能長 也長到你們各自人生的目標 跟熱情 我覺得 再一起試試看 先從交往開始嘛 齁 就是說如果你們已經離婚狀態 我們可以再繼續交往 那如果真的覺得不錯 我們再結婚也可以 就 其實 呃 在台灣也蠻多就是離婚再結婚的也有喔 我也有同學是已經離婚 先離婚 然後又 又又又又結婚的 也是有就是再去登記啊 對 就是他們可能看 看還是覺得說 還是 原來這一個比較好 對 那我覺得說這沒有對錯啦 就是說 只要你們彼此都能接受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說 嗯 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直 你知道嗎 我這樣看 排名有一直盯到突然斷臉這四個字 如果說你們是 突然間斷臉的啊 其實我覺得 嗯 你還是要更有些事情 你要 也要展現你 真的很想要找到他的 聯絡他的熱情 我覺得你 你可以試著再多去想辦法去聯絡到他 或許 他其實很想要聯絡你 可能他只是在手邊的聯絡房不見了 比如說 他沒有被你的電話 對 可是他手機丟了 但是他現在人在國外 怎麼辦 他就沒辦法聯絡你了 之類的 對 或是說他現在可能在當兵 然後沒有辦法跟你講太多事情 啊 好多喔 就是 我覺得你還是要 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熱情跟信心 然後 然後適合去聯絡他 而且我剛剛有跟你講 有講過嘛 這個複合的主權在於你喔 對啊 是你不是他喔 所以是 他很想歸想 可是他不知道你到底想不想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還找不到適合的時機啊 對 所以好我們要趕快來幫你做一下占卜 就是 我們選擇 這個是是 也許 問得不好 否 那我們來做一個占卜 好 好 請幫我回到探查位置 好 請問 選擇第三組 挖鏡的朋友們 他們所詢問的這對象 嗯 還愛著他嗎 還愛著他嗎 是齁 你知道啊 我剛剛這邊看啊 我看到他突然間 往問得不好的地方 跑嚇到我 呵呵 然後突然間又 又往 右邊狂擺 呃 好 那 對啦 我覺得他是真的還愛著你啦 只是說他可能也 不知道你的心意是怎樣 然後他也是 他也是 偷偷觀察你這樣 好 來 請幫我回到探查位置 好 請問 詢問第三組的 就是 抽到第三組的朋友們 他們 跟前人複合的機率 有多高呢 請給我一個指示 這能量 擺動很大 85嗎 請問是85%嗎 嘿 這樣子蠻好看不到 請問是85%嗎 如果是的話請給我順時針 有看到齁 好 好 那 恭喜第三組的朋友們 他還愛著你 那 呃 大多數的齁 就是 大多數的都是他還愛著你 那 你們 平均的複合的指數 平均數大概是85% 所以 85%很高啦 就是說 也不會滴到哪裡去 除非是少數的 對 那 呃 我覺得就是 大家可以好好的努力加油 尤其是你 好不好 只是 不好意思 就是來問這一個題目的你們 更是要努力的 那 如果是已經突然斷連 請你在 恢復你的熱情 然後去努力的找尋他 對 因為他可能也還在等著你 而且他可能也以為是 你跟他斷連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有這樣的想法 對 呃 呃 聽說就是 嗯 不要說 因為這 因為抽到這樣的牌 就太過的得意啊 對 好 那 其實你們彼此的課題還是有的 然後 而且 呃 有些抽到這組牌的人 可能還 還不 沒有很 懂為什麼你們會分開這些事情 我覺得你可能自己要先去想一下 說為什麼你們當初會分開 分開分開原因是什麼 那 呃 你自己了解之後 之後再找到他 跟他當面溝通的時候 我覺得你們才會比較容易在同一個頻道上 不然就是 其實可能還是會像朋友一樣 就是說 嗯 沒辦法講得太心裡話 你一定要先把你自己的高牆先放下 那 讓他可以走進來你的心 你才能去 去 真的知道說這個人 對你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剛才有講 就是他現在對你其實比較多是喜歡 他沒有到愛喔 對 所以 呃 你要去想一下 如果你現在是因為 你是 如果你覺得你現在是比較愛他的 那你要去想一下說 這個人是不是值得跟你繼續走下去 還要不要跟他繼續走下去 要不然其實 我相信 我相信 抽到這組牌的人 你身邊 其實應該也有追求你的人啦 你應該不只有一個選擇 有部分的 朋友應該不只有一個選擇 前任是一個選擇 然後還有其他 男生或女生是 一個選擇 然後二到三個選擇以上 我覺得 那你自己就要去好好的衡量一下 什麼才是能夠讓你 可以繼續做你的事業 然後讓你去做過你想過的生活 然後又可以 跟他有很好的愛情的關係 這樣子 OK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 然後訂閱 或是分享給 你身邊 也一樣 在為這個問題困擾的 閨蜜們 或好兄弟們 傳給他們 讓他們試試測試看 那看下面的 大天使有什麼想要跟他們說的話 對 我覺得不管男生女生 都會遇到一些感情上的問題 那 也希望說大家都可以在2020年 這一個充滿愛的一年 可以有一個 很有 很美好的愛情 然後可以一直持續的走下去 好不好 祝福你們 謝謝你們的收看喔 謝謝 真的非常感謝 你們留言我都會看 那 只要我有空我也都會回喔 好不好 謝謝 掰掰